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这个运动机能学 运动机能学里面的这个关键词 今天这一部分呢 说的是这个位置附着点动作 那大家都知道运动机能学 实际上主要就是研究这个肌肉 还有这个骨关节 他们的位置附着动作 我们还是分为几个部分 讲这个肌肉的位置附着动作呢 还是分为投进步 躯干步 上肢 下肢 我们分为这四个部分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投进步 首先呢运动机能学当中呢 有几个专业的这个方位词 特定的词汇 我们看一看 Locations Attachments Actions Directions 大家看一看 这几个词 大家有没有人认识 大家知道这个location 位置 地址 位置 attachment 就是附着点 附着点的特点 是atta 你看到前面有这atta的 基本都是附着的意思 后面这个 Augents 和Insertions 这两个词 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一个是我们肌肉的起点 一个是肌肉的止点 一个是起点 一个是止点 位置很好理解 肌肉在哪 就叫做位置 这个附着呢 就是肌肉长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附着点 那么起点 既然是附着点 就肯定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起源 起点 一个是它的终点 也就是它的止点 那我们常说呢 一般情况下 这个肌肉 起点是固定 起点是不动 固定 而这个止点呢 是负责运动 做运动 一般情况下 但是肌肉嘛 总有一些个例 好 那么了解到这个底下 还有两个字 一个叫做Action 一个叫做Direction 这个大家 认不认识 什么 这是动作 Action 动作 行动 动作 底下这个Direction 这是方向 运动和方向 向哪个方向来运动 好 这个就是在运动学 这个运动机能学当中呢 比较常见的几个词 位置 附着点 起点 止点 动作 方向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运动机能学的题 都是围绕着这几个部分 来向大家提问和寻求解答 好 我们再看一看这几个词 Locations Attachments Actions Directions 再加这个Otion 和Insertion Locations Attachments Actions Directions 那么分别是位置 附着点的起点 终点 动作 和方向 这几个词呢 Location 很容易记 非常熟 我们在这个 我们走在路上 也经常会看到这个Location 这个字 是个日常用语 非常非常平凡的字 Location Attachment 附着点 日常用语当中用的不是太多 但是在我们这个 联邦考试的这个复习当中 用出现的是频率 极高的一个词 附着 各个方面都会出现这个附着 这个词 那么起点和止点 基本都是在这个运动学 运动机能学当中 运动机能学当中 大家记着 O开头的 圆圆的 这就是个起点 In 到什么里面去 这就是止点 Action 实际上在日常行为当中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这个拍电影 导演 一拍是Action 就是行动 开始 就是开始动作 就是这个Action Direction 就是方向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Extralicular Muscles 这个词非常的偏僻 Extralocular Muscles 这个词非常的偏僻 这个词呢 叫做眼外肌 眼外肌 前面 EX开头的 代表向外 比如说 Extension 对吧 伸展 就是向外 后面呢 O后面这个C-U-L-A-R Color 这个是代表跟眼有关 所以这个叫眼外肌 眼外肌 顾名思义 眼外肌呢 和S 和眼睛有关 除了和眼睛有关呢 它和另外一个肌肉有关 叫做眼轮扎肌 眼轮扎肌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眼轮扎肌 在我们眼眶上 这个眼轮扎肌 眼轮扎肌 上面是眼外肌 大家把这个了解一下就行啊 就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眼外肌 和眼睛有关 是在眼睛上 眼轮扎肌 轮扎 就是像车轮一样 一圈一圈的 这个叫眼轮扎肌 大家看到这 ORB 后面有OCU 两个O的 这么一大长串的 这个就是眼轮扎肌 这个就是眼轮扎肌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眼外肌和眼轮扎肌 这个题目和这个关键词呢 出现频率不是太高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问你这个眼外肌和轮扎肌的关系 主要就是看你知不知道 这个肌肉在什么地方 所以它在哪 在眼睛上 眼外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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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Opicularis Oculi muscle 眼轮扎肌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Temporalist Temporalist 这个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人认识 这个Temporalist 是什么地方 涅积 涅积 涅积在 什么地方 涅积是负责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看一看 和涅积 涅积 Coronoid process of the mandible 下颗骨灌突 Temporal mandibular joint 涅下颗关节 这些关键词呢 对应的词汇呢 就是和涅积有关的一些知识点 比如说 Coronoid process 贯突 Op 关于谁的贯突呢 Mandible 下颗骨的贯突 也就是说涅积 它的 指点是下颗骨的贯突 那么涅积还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这个涅下颗关节 有关系 这个词也非常好认啊 前面是Temporal 后面中间有一个神奇的O 在后面是Mandibular 就是下颗 涅和下颗骨的joint关节 那么它们缩写呢 它叫做TMJ 分别是Temporal T Mandibular M 和Joint J 这样的一个缩写组合 就是涅下颗关节 好 Temporal 意思 Temporal意思 Temporal意思 涅积 对应的 两组关键词 一个是下颗骨的冠兔 一个是涅下颗关节 这个都非常好记 冠兔 Coronel 冠 我们的Cover-19 就是它 Core就是冠 冠状病毒也是它 COR开头就代表冠 Process P-R-O-C-E-S-S 一看到这个 就是什么什么兔 不管是什么兔 后面肯定有一个这个 我们常说的兔都有什么 这个是下颗骨的贯图 我们学过还有什么图 慧图 鹰嘴图 这都是图 各种图 所以呢 还有什么尖锋图 对吧 那么这些图后面 乳图 后面都有这个Process 都有这个图 所以一看到这个就想 哦 肯定是某一个图 图出物 这个呢 是下颗骨的贯图 Mandible Mandible 这个一定要 记住这个词啊 要认识 下颗骨 前面是man man man 一个人 一个男人啊 一个男人的一个 B-L-E 就包 男人脸上的一个大包 就是这个下颗骨 啊 叫mandible 那么temptor manibular 就是下颗 涅下颗 关节 好 我们看下一个 Mass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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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肌 啊 咬肌 Master 有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你记前面Masseter Masseter 非常像Masseter 后头是eter 这个是咬肌 啊 也有同学记者说前面有个M像个大门牙一样啊 这是咬肌 也可以 都可以 Master Master 咬肌 大家想一想咬肌一般和什么样的关键词有关 有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Masseter 我们大家刚才说了 咬肌和下颌骨有关 和下颌关节有关 和咬东西这个动作提升下颌骨 咀嚼有关 我们看一看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汇 咬肌启咀嚼咀嚼咀嚼 咀嚼temporary mandibular joint 涅下颌关节 好 涅下颌关节我们接触过了 已经知道了 这个 咬股 咬肌 temporary mandibular 下颌 加一起就是 咬下颌关节 那么前面呢 这个trying 是拒绝的意思 嚼东西拒绝 底下的这个同一词 叫做mastication 也是拒绝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字 议题的trying或者是mastication 就都和这个咬肌 trying 咀嚼mastication 咀嚼temporary mandibular joint 涅下和关节 都和这个master有关 这三个词经常会 在题目当中互换 包括用trying来替换mastication 或者用mastication替换trying 在题目或者答案当中出现一个 问你认不认识这个master 都是很有可能 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在mastication这个动作当中 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用这个肌肉叫做master 叫做咬肌 叫做咬肌 好 Platisma Platisma 这个单词 我们也说过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这Platisma 是什么 静阔级 静阔级在什么位置 整个下颗脖子前面 没错 所以它对应的关键词是什么 frown of the neck 在静部的前面 当然了 静阔级竟然是在静部的前面 整个下颗骨 它可以干嘛呢 是下压下颗骨 让人张嘴用 它同样和这个涅下颗关节有关系 静阔级 front of the neck 颈部前方 temporary mandibular joint 涅下颗关节 Plat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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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阔级 好 既然说到这 我们和涅下颗关节有关的肌肉 讲了几个呀 大家想一下 三个 都是哪三个 井 井阔级 Platma 咬肌 Master 还有这个涅脊 Temporous 啊 这三个肌肉 都和下颗 涅下颗关节有关 啊 都和涅下颗关节有关系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clean Sclean 这个词 这个肌肉 也是个比较有名的肌肉 啊 它叫什么呀 斜脚肌 啊 斜脚肌 斜脚肌在什么位置 大家能不能形容一下 哎 脖子前侧面 分三块 没错 分别为前中后三块斜脚肌 非常好啊 那么斜脚肌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斜脚肌 刚才大家回忆了一下 它是在颈椎 连接锁骨和胸骨 啊 锁骨和肋骨 所以它是在我们颈部的侧面 侧前面 既然在这个位置 它就要做什么动作 做颈部的动作 对吧 所以单侧收缩的时候 让颈部做区区 做单向的区区 比如说左侧的斜脚肌收缩 颈部向左边做Later Flexion 歪头 对啊 红姐做的动作非常对啊 就是这个动作 那么 它双侧收缩的时候 进步做什么动作 A对 就是低头的动作 Flexion 所以呢 单侧收缩是向同侧 做向外面的Later Flexion 外去 就是歪头 而双侧收缩就是低头 低头这个动作 斜脚肌的动作大家了解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这个斜脚肌 比较这个复杂 它的背景比较复杂 它除了这个运动是低头之外 它还有其他的特性 大家回忆一下 还有什么特性 对 同学说了这个 它是必从神经 从前中斜脚肌中间穿过 那么斜脚肌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病理性的结果呢 叫做胸阔出口综合症 对吧 压迫必从神经 斜脚肌如果要是发炎 肿胀 或者各种原因造成的 压迫 都会影响这个 B从神经 从而我们的手臂有麻木的感觉 这是斜脚肌的第二个特性 那么斜脚肌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它是呼吸的辅助肌 它可以辅助呼吸 所以大家基本上要记住斜脚肌 至少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是进步的运动 侧区和区区这个头 第二个和胸阔出口综合症有关 第三就是辅助呼吸 斜脚肌是呼吸的辅助肌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 斜脚肌Accessory Muscle of Respiration 呼吸的辅助肌Accessory to Inhalation 辅助吸气 那么是呼吸的辅助肌 主要它是辅助这个Inhalation 辅助吸气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那么 基此呢 我们再认几个单词 第一是辅助 Accessory A-C-C-E-S-S-O-R-Y Accessory 辅助 哎 大家说这个词关键吗 其实也不算关键 这就是辅助 但是你说要是不认识吧 总觉得少点什么 所以 也很简单 A-C-C-E-S-S 像这种成对的 字母组合的 都非常有特点 多看几遍就很容易记住它 这个就是辅助 辅助 辅助肌 Muscle 关于什么呢 Respiration 呼吸 呼吸这个词是个关键词 这个一定要认识 Respiration 呼吸 R-E代表反反复复 所以Respiration 这是呼吸 底下这个Inhalation也是一个关键词 吸气 向里面 In进入 Inhalation H-H-H-出来 对吧 进来了 H-进来了 这个就是吸气 那么前面要改成E-X Exhalation 就是向外 那么向外的H-Lation 就是 呼气 所以关于呼吸 吸气 呼气 啊 大家这几个单词是必须要认识 一定要知道 Inhalation Exhalation 和Respiration 呼吸 吸气 呼气 对应的是谁呢 哪一个接肉和这个有关系呢 Scarlin 斜脚肌 啊 斜脚肌 所以斜脚肌这个词 大家务必要认识 这是一个小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它涉及的面比较广 几个方向 运动技能学当中的运动 进步的运动 涉及斜脚肌 对吧 病理当中的 胸口出口综合症 可能会涉及到斜脚肌 那么评估题当中的呼吸 或者生理题当中的呼吸 也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斜脚肌 所以 几个方面都容易涉及到的 单词 考中率就比较多 啊 对斜脚肌 大家要认识 Sca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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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脚肌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啊 Sca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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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好念 也非常长 啊 大家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个字母组成的这一个单词 很长无比 很长无比 但是非常好认 啊 这是什么单词 这哪一个肌肉 凶缩乳突肌 哎 这个词别看它长 极其好认 啊 它有弱干个特点 第一 非常长十九字母 啊 很长 一共才二十六字母 它占了十几个将近二十的 所以呢 这么长的一个字母组合成了一个单词 它必然是一个组合词 不是一个单读的词 我们看中间有两个神奇的欧 啊 分别把它割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STERN代表胸 胸骨 后面CLEID代表锁骨 最后MAST代表乳突 所以这个就是胸锁乳突 胸锁乳突肌 这个单词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把它念出来 但是一定要要求把它认出来啊 胸锁乳突肌呢 它牵扯的面也比较广啊 牵扯面比较广 几乎呢 这也是一个必考的单词之一 所以 一定要认识啊 必须要熟悉 那么大家想想这个胸锁乳突肌都和什么有关 对胸骨锁骨乳突肯定 跟这个有关 还和什么有关 和颈椎有关 和颈椎有关吗 和脖子的动作有关系啊 和脖子的动作有关系不等于和颈椎有关系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它和颈椎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不涉及到颈椎 但是呢 它和脖子动作有关系 那它做什么脖子的动作呢 同侧区对侧拳啊 单侧是外驱 双侧是趋近 实际上几乎和 膝脚肌是相同的啊 几乎和它是相同的 但是膝脚肌是牵扯到颈椎 而胸锁乳突肌 不牵扯颈椎 啊 它是可以让我们的颈部做动作 但是不牵扯颈椎的一个肌肉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特点 知道它的特点 联邦考试出题的老师也会注意到 这些特点 也会围绕这些肌肉的特点来做文章 啊 一定要注意这几点 好 我们看一看啊 给出的它的关键词对应 胸锁乳突肌 flexing the neck 曲颈 move the pad 移动头部 not attached to the spine 不予脊柱 相连rotation of the pad to the opposite side 头部向对侧旋转 好 啊 给出了这么几组 关键词 第一组呢 叫做曲颈 flexing the neck 啊 脖子 neck 一定要认识 这是颈部 flex 这是曲 曲颈部 和胸锅 和胸锁乳突肌有关 move the head move 是移动 移动头部 头部的活动 和胸锁乳突肌有关 而且呢 它是not 没有attached 附着 没有附着 在什么地方啊 span 基柱上 准确的说是什么基柱的哪一部分 颈椎 对吧 还有干什么呀 叫rotation 旋转 关于这个头部做旋转 像什么地方呢 oppside oppo oppside 对侧 所以我们在国内常卖的一个手机 照相手机叫做oppo oppo 就是这四个字 就是对侧 对面的 就是说这手机照出来的相片啊 就像你对面从镜子里看出来的人一样 清楚啊 所以叫oppo oppo 所以看到这个oppo 大家就想想 有个手机叫oppo 所以它是对面的 这叫对侧 就是这个oppside 这几个词 关于位置的词 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也要了解一下 那么另外胸锁乳突肌 除了这几点之外 它既然位置 动作方向和这个斜脚机很类似 那么功能上 也有一定的类似 大家想一想 是哪一个功能和这个斜脚机类似 修缩乳突肌 和斜脚机 有两个共性 一是颈部的运动 他们都在颈部负责颈部的运动 而且运动方向 基本相同 都是趋颈 另外一个就是修缩乳突肌 也是呼吸的协助肌 它也会协助呼吸 协助吸气 大家注意这一点 好 我们看看 头颈部的最后一个单词 Leptroscap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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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应该很好认识 两个词都不是生词 这是什么词 肩甲提肌 Scapula 肩甲骨 Leptros 提升 提升肩甲骨 就是肩甲提肌 或者叫提肩甲肌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这个肌肉 咱看一看 它的对应关键次数是什么 肩甲提肌 Superior and Median Border of scapular 肩甲骨上缘 和内侧缘 Elevation of the scapular 抬高 肩甲骨 好 有两点 提高肩甲骨 非常直白 叫做Elevation of the scapular Elevation 抬高 和 Left 提升 可以认为是 进一词 大家这两个字 长得也比较像 Elevation 和 Left L-E-V-A L-E-V-A 都有这个 L-E-V-A 所以它两个都代表提升的意思 关于 Sca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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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进甲股 经常吃饭的同学 可以注意一下 有一套菜 叫做什么 Scapular 海鲜 尤其在佛州 扇贝 海鲜 叫Scapular 读音和单词 都和Scapular很像 我们肩甲骨就像两个扇贝一样 如果要是记住扇贝这个词 多吃几次 能记住这个扇贝 Scapular 就很容易记住这个Scapular 肩甲骨 那么如果记不住 单拼也能拼出来 汉语拼也可以拼出来 S C 发K的语 Scapular Scapular 直接拼也可以拼出来 另外呢 肩甲体积它的位置 叫做Super Super 是什么呀 Super Super S-U-P-E-R 代表上 对吧 一看到Super 就是上 和Media Media是内 上和内 Bird 是边 边缘 关于谁的边缘呢 Scapular 肩甲骨的边缘 肩甲骨的内上边 是肩甲体肌的复仇点 那么除了内上边之外 它另外一个复仇点在哪 大家想一想 除了肩甲骨的内上边 它另外的复仇点在哪 颈椎 一定要记住 不能忘了颈椎 那么现在问一问 这个提肩甲肌 和斜角肌 或者是胸脏乳突肌 在位置上 它们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共性 大家想一想 其实啊 这个很简单 区别 刚才同学说的 这个 这个共性 同学说的 这都在脖子上 都是颈部的肌肉 没错 区别 斜角肌和胸脏乳突肌 都在颈部的中前侧 它负责去头 而这个肩甲提肌 在颈部的后侧 负责伸头 头部的extension 除了提肩甲之外 它还可以辅助做头部的extension 所以胸脏乳突肌和肩甲提肌 实际上在某一个方面 它们是对抗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肩甲提肌不只是提供肩甲骨的运动 它还对静椎有一点点作用 虽然不是主要作用 但是也有一点点作用 好 大家把这个记住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提肩甲肌 腥梳乳突肌 斜角肌 筋扩肌 舌肌 腋肌 肩甲肌 你记得这个吗 这个叫眼外肌 眼轮扎肌是后面这个 这个O R O C的 两个O的 这个是很长一段 这个是眼轮扎肌 轮扎嘛 一圈一圈 两个O的 O R O C的 或者你记两个COL COL的 两个cooler cooler 这个 才是 轮扎肌 代表1X的 一个cooler 这是眼外肌 好 最基本的 location 位置 attachment 附着 origines 起点 insertance 指点 action 行动 动作 direction 它的方向 好 我们关于这个 头颈部的 运动机 技能学当中涉及到的 这个肌肉单词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